主任總統賴清德稱520後 要來改造社會跟國家重建 洗滌每一個人的人生 讓大家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價的 而對此立委羅志強就批評 你憑什麼說要洗滌人心 難道要搞台版的文化大革命嗎 立委徐曉心也質疑 如果賴清德真的推崇 鄭南榮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那當初為何要關中天新聞呢 對不對 現在只要不上訴 事情就可以解決 質問賴清德為了口中的言論自由 願不願意這麼做呢 接下捍衛言論自由的重擔 但賴準總統的做法 聽起來怪怪的 我臨上台後社會要改造國家要重建 賴清德還要洗滌每個人 這段話讓人想到文化大革命 仔細看賴清德出席活動的場景 可是鄭南榮特展現場 挺言論自由卻變成立委口中的文革作風 充滿矛盾 我們都注定八分之百的能量自由 自由是要付出代價 又先稱讚了鄭南榮所說的 要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但是又告訴大家說 這些自由是要付出代價的 那請問那要付出代價的自由 還算是百分之百的自由嗎 監督政府這對政策異議者 或許都在洗滌的名單中 真的要推崇鄭南榮所謂的 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那過去為什麼要去把這個中天關台 只要不要繼續上訴 那其實這件事情就能夠解決 開始做後續的整個處理 那請問賴清德他願不願意呢 執政八年的民進黨政府 談言論自由滿滿潮點 記者黃家瑋 張聯浩 台北報導 賴清德就說了嘛 520就職後三項重要的工作 分別是守護主權 進行社會改造洗滌人心 以及頻繁政治受難者 那麼前立委郭正亮就說了 如果把賴清德講的這三個關鍵詞 做適當翻譯 他質疑國家重建 就是要搞台獨 社會改造 就是要搞社會運動 洗滌人心就是要做思想改造 最緊張的可能是羅森伯格是不是要準備來第三次 不是啊 因為你怎麼一下又嗨了 去年你說我最大的使命就是台灣人要走進白宮 而且又來了又開始嗨了 因為因為鄭蘭榮的想法跟他就是一樣的嘛 這我們很清楚啦 知道那個脈絡就是要建立新憲法新國家 這個脈絡就是新潮流的立場嘛 事實上鄭蘭榮雖然不是新潮流 可是他就是獨派 對 就是新國家運動的創始人之一嘛 那你到鄭蘭榮的面前說你要搞國家重建 人家當然會聯想到你要搞台獨嘛 那第二個 他還說要搞社會運動 不是嘛 所以你是要號召誰出來搞運動是不是 洗滌人心 我講白了啦 就讓人家覺得他要搞認知作戰嘛 就覺得很多人認知不正確嘛 所以要洗滌人心 比如說歷史哥這種 就是都唸錯書啊 是不是也要趕快準備齁 就怎麼沒有照爸爸要求的東西來唸 唸到跟爸爸認知不一致 那多嚴重啊 所以怪不得沈柏陽會當 男子組的部分區第一名 他就專門在做思想審查的啊 說誰認知錯誤 準備送去洗滌人心 洗滌人心跟洗腦 跟思想改造有什麼差別 這個都只是用不同的詞來表達他真正的意思 所以我跟你講 這三個是讓你把它適當翻譯 國家重建就是要搞台獨嘛 就是台灣要建國啦 那社會改造就是要搞社會運動 那這個洗滌人心就是要做思想改造 所以這個在520之前丟這種吊真的是很怪啦 賴清德認為鄭然榮會關電視台嗎 我認為一定不會 坦白講這個第一代就是陳水扁 陳水扁那時候對T台很有意見 那個姚文志差一點就要關T台 後來陳水扁反對對不對 他還引用那個傑佛勝的話 說寧可要媒體自由 也不要一個獨裁政府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賴清德 從那一句話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說自由是要付代價的 他應該要過來問啊 鄭然榮會贊成你關電視台嗎 他應該這樣問吧 不管他是什麼意思 是說中天要爭取言論自由 所以要跟賴清德對著幹 因為你要付代價 不然我這個電視台是不會還給你的 是這個意思嗎 對不對 這個叫自相矛盾啦 所以坦白講他今天講的話 因為民進黨人聽他講這個話 會連結到很多內容 你要知道鄭然榮是什麼人 他除了百分之百言論自由之外 他是外省第二代 他是新國家運動的發起人 結果你在鄭然榮面前說 你要搞國家重建 你認為人家會聯想到哪裡 然後你又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然後在鄭然榮的 言論自由經驗 那個地方你講到國家要重建 那是你要建立新國家是不是 是不是又脫口而出又開始了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Panj